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娛樂版 今天是2022年1月29日星期六 以下講的內容是由我另一位同事提供給我的 就是講英國新聞的同事 多謝他給了我一個挺有趣的題材 好了 入正題 想講的是一個Facebook的post 而這個post在一個專頁上面 那個專頁就是香港交易公園 HK Country Parks 我想應該都是政府餘護處管理的一個專頁 我略略講講他的post的內容 其實他應該是想宣傳112的電話號碼 內容是這樣的 112是國際通用的緊急求助電話 如果行山不幸遇上事故或需要協助 就可以透過任何一個流動電話網絡 打112這個緊急的電話可以去求助 使用的時候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點就是 看看自己的流動電話 是不是已經接駁到你正在用的網絡 如果是的話 就可以打999 或者112都可以 第二點 如果流動電話不能接駁到你正在用的網絡 即是不能接駁到你的台 就可以試試打112 第三點 譬如你去到那些地方是泰國荒山的嶺 原來已經跳去漫遊 那就應該試試用手動的方式 將你的電話接駁到你平時用的網絡 或者任何一個本地的網絡 如果不懂或不成功 那就要試試打回香港 即打00852 加一個香港電話號碼 即八個字 嘗試去聯絡警署或親友求助 因為當你用漫遊的時候 是不可以透過00852加112 或者00852加999去求助 最後他就說 如果真的聯絡到的 那就冷靜說你的位置 例如坐標的編號 或者附近的主要地標等等 而且如果一班人一起當失路 不要走散 關了其中一部電話做後備 最好當然當然是注意遠足安全 大致上我將整個post的內容都說了出來 可能你們在這一刻就會問我 為何扯到這麼遠的行山和娛樂消息 有什麼關係呢 為何我今天會花時間去說呢 平心而論這些其實是很普通 但都叫有用的資訊 政府向市民宣傳都很理所當然 很平常 為何今天會花時間去說呢 就是這個post配上那張圖 就是重點了 頭裏面有三個女仔 拿著行山竹和電話 電話寫著112 而且下面還配上一個slogan 就是寫著112 call 都不用是明眼人了 一看就知道 咦 為何這麼像全民造星三個女仔 即是三個冠亞桂軍的女仔 即是阿搞 阿爹和阿媽 加上她那句這樣的call 其實真的很明顯是抽中 ViuTV的caller的水 這個波 都不知道說她跟得貼好 只是抽水好 這個漁護處 當然啦 我們先看看網民的反應 有些人說 喂 政府是否盜用註冊商標 知法犯法 那 TVB大台自家聲夢 連官府都不撐 真可憐 這些人說要打911 又說要打721 也有人說 為何不正正經跟人談合作 那就說 消費呀 caller很可恥 然後說 喂 大台的一種鐵粉 會不會酸漏漏的 事實的 有些網民都說得挺對的 那你正正經經的跟人合作就可以了 那你政府又不是花不起錢 對不對 何必這樣抽了別人的水 喂 萬一真的會被人告那怎麼辦 不過也不怕的 告政府 即是告什麼 這個是否公關災難呢 我就不敢說 不過 真正的女團caller 即是瑜伽包換 那對女團 就似乎好像有些公關災難發生了 而且涉及了 既日人氣王 Math 其實女團caller出道之後 人氣急升 不少工作都湧過來 廣告 訪問接到手軟 不僅 其實在工作上 會跟別人有些摩擦 其實都不可避免 人氣王 Math 他就在instagram的限時動態 寫了一些充滿憤怒的文字 他就這樣寫的 他說 因什麼解救 V雜誌的主編是可以這麼討厭 做的所有事都在挑戰我的底線 看來 今天應該都是人生幾大的一堂 我會忍的 不要吵 雖然這個限時動態 在幾分鐘之後就刪除了 但是有不少網民當然 已經截圖了 這個網絡世界上 是沒有真正刪除這件事的 和撥出去的水是一模一樣的 網民當然是手腳快的 截圖完之後 就立刻刪到Wing 即是他的經理人 和ViuTV高層 老亭輝問他 你好啊 這裡有公關嘛 這樣 哎呀呀 死火了 剛剛出道 說話都是內斂一點 會比較好的 其實 這樣釀成了這次公關災難 去到晚上六點鐘 阿Maf再次發這個限時動態 明顯就想和這次公關災難拆彈了 這樣說的他就 多謝各位的包容和溝通解決了問題 同時因為我的衝動而帶來的影響深感抱歉 明白作為公眾人物的影響力 會繼續虛心學習 要大家操心了 隨後沒多久 COLA的官方IG和經理人阿Wing 都分別分享了這個阿Maf的限時動態 而且還留言地說 一起承擔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長 英文就是 Together we grow Together we learn We are one team 似乎阿Maf的脾氣都不小 本身 看來他入了娛樂圈之後 應該會更加好好磨練一下 說真的 真的是公眾人物來的 說每句話 其實真的要想過度過 可能在他們這麼年輕的時候 還沒處理得那麼好 其實說真的 就算不要說公眾人物 一個普通的人 一個打工仔 可能你也要出來工作一段時間 你才會開始慢慢學會 人際關係怎樣搞 或者說話怎樣圓滑些 有些什麼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 這些都是不斷在成長中學習的 我覺得 就以我自己為例 其實我都還在學著 一件事 是 我經常說話的態度 好像有些太輕挑 有些說一些很認真的話題的時候 都是用這種態度去說 變成人家會覺得好像很不尊重 這一點其實是我自己身邊的人 或者一些聽眾 都會這樣反映過我的這個態度問題 其實我都還在改 我都還很努力地學習 希望聽出來 令大家的感覺都會舒服一點點 不會令到人 起碼覺得不尊重 除了ViuTV的Math之外 大台的星夢裡面的學員 其中一個 閃淨峰 似乎又是衝動說錯話 其實他們在做一個直播 整班星夢的學員 18歲的林志樂 就趁著在歌與歌之間 就跟大家說一下年紀的問題 他說 我們這裡起碼有三個Generation 23歲的閃淨峰就回答 兩個而已 我們兩個再加他 三個 林志樂之後就說 你是不是00後 閃淨峰就說 差兩年 我98年 林志樂就說 我和蔡凱永都是03年 誰知道這個時候 閃淨峰就爆了一句 什麼03年 就是沙屎死症種 是不是 當時其他三位學員 反應都呆了 之後首先林志樂就說一句 什麼 之後蔡凱永也不敢嘆說了一句 他說這些 隨後閃淨峰就知道要補鑊 就說 說笑笑笑笑 其實年紀都差不多 差一點點 林志樂就停了半秒 可能他心裡想 這件事 怎麼鬥呢 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撈不到 都不是差很遠 之後他們又說多幾句 然後就繼續唱歌 這件事當然不會這麼快就完 曾經邀請過 閃淨峰、Archie合作的三香港 就在昨天在Facebook發出嚴正的聲明 澄清Archie並不是她公司的代言人 急急跟對方割席 而且會保留一切有關追究權利 網民的反應其實都兩極 有網民就說這次衣服就覺得好 有些網民就說會霸用衣服 為什麼呢 這麼嚴重 不過衣服的公關就夠敏感了 但可能有些網民嫌她太敏感了 當然事後Archie 她也在開Live公開道歉了 就說對不起 因為上一個Live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我們朋友和朋友之間 或者學員和學員之間 有時說話真的會過了和誇張了 何俊樂都急急幫她打完場 就說 好像Chantelle經常說我肥 就是這樣而已 那麼鮮靜鋒就繼續說了 好像我們私底下這樣 但有些事情真的不應該說 所以很對不起 說了些不應該說的話 是自己不夠慎重 以後會更加小心 之後這個何俊樂都又幫她 也叫做拔死了 你現在已經是由星夢學員 變成了星夢畢業生 所以我們說話要成熟一點 說話也要小心一點 來到節目最後一部分 我就想跟大家說 又是這件無限循環 王力宏和李靜蕾 沒有辦法 鬼決食譯都有發生 不過今次牽涉的主角 就沒有王力宏 其實是由Yumi和李靜蕾 在網上發文就說 Yumi和王力宏是2012年至2013年正式交往 彼此的物友都知道 從未介入過她的婚姻 而李靜蕾公開拍攝Yumi 介入了她的婚姻 更說會提供出軌的證據 但一直轉移重點未有提交 她就很質疑地說 或者因為警局法院不及網絡世界 惡意誤導 捏造證據就是犯罪 而BY2的工作室也說 因為李靜蕾不是身在內地 所以內地的警方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可以找到她回來 雖然如此 但我們正積極地採取法律行動 終於賣出艱難維權的第一步 現在已經向法院提出訴訟 同時更聲言不會無視法律 指李靜蕾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 利用網友去帶動輿論 那網就等於網報殺人 而且標記李靜蕾的微博帳號 表示他們已經向法院提出起訴 還留言說 法律看證據,不看小作文 又說即使花了幾百日甚至更長時間 去追究造謠者的責任都在所不遲 只怕來我們說許要經歷大家難以想像的阻礙 但我們相信公義,選擇擺一切交給司法 等待公平處置 清者自稱李靜蕾,法庭見 不過BY2公開的律師聲明沒有針對李靜蕾 而是針對涉嫌侵害Yumi名譽的網絡用戶 要求他們delete post 停止傳播對Yumi不實的言論 當然啦 台灣的傳媒當然是馬上聯絡李靜蕾 看看有甚麼回覆 不過暫時還未得到李靜蕾的回覆 今天的娛樂消息就講到這裡 記得按LIKE、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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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